我們的靠左撕去 我們的右手邊 中間的位置來一組 說回劇情 你現在還是陷在三角戀之中 但其實還是等公司怎樣發展下去 因為現在我都其實都一段時間 最近都不是開得很密 都一段時間沒有開 所以都很好奇會怎樣寫 但我之前見你播出 你和何俊樂那一集 他很害羞 他是演出來害羞 還是真人真的害羞 我想真人來說 他也是比較害羞 如果比起我 因為我什麼都說 經常大笑給我外向 他一向都是一個相對 比起我來講是內斂少少的男生 但他兩個都追你 但現在劇中還沒選擇誰 沒有的 其實因為Candy 不太知道哪些人追他 喜歡他 其實我有點遲鈍的 Candy 所以還是期待一下 那你自己的粉絲 有沒有回想 就是喜歡哪個男生多些 這兩個 我暫時看到網上有投票 有Mike 朱玲 還有Joe 我暫時看到 小紅書有這個投票 網上呼聲暫時最高是Mike 是呀 都大比數拋離朱玲 竟然 因為我和朱玲都寫了很久 寫了很多年 那我也覺得 挺驚訝 竟然會這樣 是否那些網民覺得 你兩個外形很相襯呢 我覺得可能那些網民很忌恨 朱玲玲和第二個女生 親愛了 是啊 是啊 但他們覺得Mike 比較暖男 而且一直都很照顧Candy 他們可能就傾向於喜歡這種男士 那除了這三角關係之外 你覺得有沒有拍了一些劇情很有趣 你覺得 嗯 據我所知 我和Mike還有一集 還未播放的 挺有趣的 是 是說一個男士 可能喜歡一個女士之後 他會怎樣去努力 或者去奮鬥 令他開心 我覺得挺有趣的 即是激發起他的上進心 不知道呢 不知道呢 他會買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我只可以說 是嗎 他會買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難道是結婚戒指 哈哈 應該沒那麼快 我不知道 可能不是買一隻 是買兩隻